下集想連長輩圖消暑主題玩法 剛剛艾日客說要帶我們去一個 有1500瓶的SPA的飯店 好期待喔 對 我必須說我今天要介紹這個 它到底是飯店還是水上熱源 我有點搞不清楚 因為我必須說它真的是一個 被水上熱源耽誤的一個飯店 其實這個飯店 很多人都說是桃園最強的一個溫泉飯店 聽到溫泉兩個字就會想說 還可以泡桃園 桃園哪來的溫泉 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地方還真的有 而且它的location其實很方便 不管你是要到桃園哪裡 它其實就在中壢交流道 大概10分鐘的地方可以到 然後它是主打就是一個 用歐式的莊園打造而成 一個非常大型的度假村 一定要介紹的就是 它有1500瓶的SPA水 超大一區 你想要游泳它也有 然後它還有這種各式各樣 20宗以上的SPA水療的這種設施 甚至它有獨家的那種 升降的水療按摩機 所以其實不管是長輩或是小朋友 真的是玩水就開心 然後長輩他們也可以去那邊 做做SPA水療非常的舒服 它的房間有各式各樣的房型 因為它其實有很大片的綠地 所以它的房型基本上都是強調 它有很棒的自然的景觀 那再來就是說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我通常不介紹新飯店 然後這個飯店雖然已經開了幾年了 但是它一直不斷的更新它的設備 其實在最近它在2021年 還推出了一個全新的星空景觀房 還有景觀房 在房間你就可以看到超大片的天窗 你可以看星星 你也享受那種溫泉看星星的感覺有多棒 還可以吹冷氣 也很好 對 那再來就是還有它的早餐 也最近全面升級了 因為以往可能它的早餐就是Buffet 可是像中西式的料也通有 可是它最近把這個 所有台灣的特色小吃也加進去了 比如說你可以吃到很棒的尺上米 然後你可以吃到現煮的 大塊的那種半筋半肉的牛肉麵 一早啊 對 一早就可以吃到這樣子 然後它的中餐廳很有名 對 它連早上也是給你 就是他們港點中餐廳師傅手工現做的蘿蔔糕 就是覺得說它是其實早餐 是讓你吃得飽又可以吃得巧 對 非常的精緻的 然後它一切都升級 包括客房升級 早餐升級 還有它的親子設施也升級了 所以我就覺得它真的是一個 老少嫌疑 就是有度假的氛圍 享受 然後又好玩 又好住 所以算是一個腹地很大的飯店 只是住一晚要多少錢 來 艾爾克 價格會不會很高 一個晚上呢 噠 六千多塊 六千多塊含早餐 畢竟它的設施很多 然後腹地很大 每個房間還可以泡湯 推薦給大家 所以這第一個 就是玲瓏哥帶我們到了桃蓮的觀音 去賞蓮了 針對玲瓏哥所推薦 來 請舉牌 右手邊都是給一個蓮花了 來 左手邊的部分 小兵給蓮花 但新一隻給半個蓮花 那我們的婉婷呢 也是給一個蓮花 所以玲瓏哥推薦的 獲得了四個五顆新的蓮花 但是我就問一下欣妮啦 為什麼你只給一半啊 因為我接下來的這個地方呢 它可以說是蓮花的古香啊 所以意思就是說 剛剛的這個觀音蓮花不夠看 要去看蓮花的古香 朋友吃肉嗎 吃什麼吃蓮花嗎 台南哪裡呢 白河的蓮花大餐啊 對 首先先來講一下呢 台南白河這個地方呢 我剛剛講的 它就是一個蓮花的古香來著 古香 因為呢在這裡呢 是全台灣產蓮花呢 最多的一個地方 光是蓮花的種植面積呢 就高達230公頃 230個足球場 好棒喔 對 然後呢 所以再來到這邊呢 你要賞什麼賞蓮你知道嗎 你就走兩步 蓮花 再走兩步 蓮花 大概就是到處都有對不對 到處都是蓮花 所以呢 既然我們今天講到蓮花 一定就是要提到這個地方 那我剛剛講的呢 在這邊呢 我們要來大家就是 帶大家來吃肉 來吃這個蓮花大餐 因為蓮花呢 其實你不要看它喔 非常的漂亮對不對 是 但是它其實也非常的好吃 而且呢 它是整株 整株都可以吃喔 包括了蓮花 蓮子 蓮藕 蓮蓬 蓮葉 全部都可以吃 全部都不放過啊 都不要放過它 那到哪裡來吃呢 介紹大家來到這個 台南白河的蓮花料理 讓你呢 從頭到尾吃蓮花呢 吃到變白蓮叫叫著 哇 一直叫 一直叫 對 一直叫一直叫 好 那來到這邊呢 必點的有什麼呢 首先呢 第一個要推薦給大家 叫做香水蓮花雞湯 好香喔 我跟你講 這個香水蓮花雞湯不得了 一上桌的時候 你就看到它是一個雞湯 然後上面擺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蓮花 但是此時的蓮花 它還是有點含苞待放 就是有點這樣微微的感覺 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你淋上它的雞湯 在那朵花上 然後這個時候 那朵花 它就會慢慢的綻放開來 好神奇喔 哇 開了 然後你就覺得哇 光是這一個 直到前面這個秀 你就覺得 哇 視覺上的一個想念 這個就要現動啦 現動要開開啦 要現動對不對 還要Boomerie開關開關 然後呢 來到這邊呢 就看到這個光是視覺上 就很漂亮對不對 喝下去之後 哇 那不得了 那個雞湯啊 知清甜 然後呢 喝進去那個湯頭呢 還有淡淡的就是這個蓮花的香氣 就非常的好吃 那除了這一道呢 雞湯一定要點之外 還有一個呢 就叫做蓮子米糕 也是必吃的 米糕耶 因為呢 它是用一個大大的蒸籠 然後下面呢 是鋪著那個荷花的葉子 有沒有 然後上面它就擺著 一顆一顆一顆的這個蓮子 在其味上去 整個的味道真的非常的棒 那你可能想說呢 來到這邊看起來 這個菜都很大對不對 對 那我們如果只有小情侶去吃 會不會很難點 完全不會 在這邊呢 它很貼心喔 它有推出很多的套餐式的 包括它的雙人套餐呢 一定讓你吃到飽 五菜一湯居然只要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七百塊錢 兩個人 一個只要三百多 對 而且重點是 你也還喝得到這個雞湯 也吃得到這個米糕什麼都 就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來到這邊呢 吃完之後還要帶大家 來吃這個蓮子冰 最後的甜點 這一間蓮子冰呢 非常的厲害 它是超過了五十年的老店 那到現在呢 都還是這個路易不絕 生意非常好 甚至你看到呢 一間小小間的蓮子冰 旁邊有專屬停車場 你就是它生意有多好 紅成這樣子啊 那為什麼它的蓮子冰呢 會生意這麼好 首先第一個呢 它的價錢一定會把你嚇壞 真的啊 一去到說它有賣什麼冰啊 有冰棒什麼的 你現在還有看過八塊錢的冰棒 啊 假的 八塊錢 對 真的假的 然後光這個價錢 然後紅豆冰二十塊 蓮子冰也只要三十五塊 它的蓮子冰其實很單純 它就是清冰 然後上面就點綴一個一個一個的蓮子 讓你吃到這個蓮子的原味 然後再搭配上這個香蕉冰 非常的好吃 那如果你想要的味道 再多層次一點的話呢 你可以加上芋頭 它就會變芋頭蓮子冰 然後你像那個蚵仔 哇 你不會沾欸 那蚵仔 進到那個蚵仔 然後嘴巴裡面是那種很綿密的感覺 然後入口即化很天然的那種芋頭的香氣 然後蓮子的味道 再加上那個香蕉冰 哎呦 不得了 而且重點是這樣子豐富對不對 也才五十塊錢 真的 看到那個價錢啊 整個都消暑 都兩億都來了對不對 我實在是厲害了 所以到這裡啊 除了吃以外啊 朋友吃飽了嗎 吃飽了 要上路了 到我家問一下這個 林農哥啦 好不好 我們剛剛到了觀音 你帶我們玩一玩 那到了白河這裡啊 除了剛剛這個金魚帶我們去吃之外 還可以怎麼玩 怎麼賞年呢 白河這裡230公頃 之所以能夠這麼大 然後是這裡白河鄉的主要經濟產物 是因為呢 它的水是引至於白河水庫 白河水庫的水是對那個 官仔娘那裡 不是有泥火薑嗎 石灰石很多嗎 那種礦物質很豐富的 流到這個地方來灌溉的 那有關喔 那我們外行人來看蓮花 喔好漂亮喔 蓮花這麼美喔 那個女孩子有沒有自拍 你都不知道 為什麼 除河日當下 漢地河下毒啊 我這個河跟那個河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 除河花 除河日當下 因為河花 它要在什麼樣的生態 一定要很熱的地方 很熱喔 它要在水塘爛泥巴的地方 然後再來風不能吹得太大力 要不然它一支 蝦子還這麼大一半 你騷走了 歪掉了 然後又夏天 又是在沒有風的地方 又悶熱的地方是它生長 所以我們去看的時候 都大顆乾 細顆乾 對 同樣的那個農人家 也是大顆乾 細顆乾 怎麼說呢 這個 當我們要去摘這個 摘這個 蓮子 蓮子的時候 他們是一般來說 就是 年中的時候採蓮子 年尾年底的時候採蓮藕 我們觀光客去 你如果要去摘那個蓮蓬 對 落去百五塊 你可以 百五塊可以摘幾顆 倒洗的不一樣 那你如果是 這一個 去挖蓮藕 200塊 你也可以摘幾顆 可以帶回家 對 你都可以DIY 我們遊客的DIY是這樣 它有幾個 你有沒有做過木工 木工再把那個木頭刨平了 有沒有 那個大小差不多 然後氣殼 氣磨 氣心 一顆 所以說你有DIY之後 你才知道說 那吃起來為什麼特別好吃 第一是自己親自做 第二你還可以體會到 一做一食 當是來之不欲 辦事辦理和念物力為奸 然後這個地方 最熱門的時候 當然就是夏季的時候 夏天 這邊有一個消暑的路 哪一條 竹門的綠色隧道 看起來就很消暑 這個綠色隧道 已經好幾十年了 長得很高了 很高大 所以說你夏天車子開過去的時候 都在它的綠色隧道裡面的避印之下 這樣行進 很漂亮 你會經常看到車子停下來 都起鬆了 都起起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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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在荷花園裡面 哇也很漂亮 這段時間正好是阿婆樂正在盛開 阿婆樂 抬頭看過去 橙串黃色的阿婆樂 迎風搖啊搖 然後下面是蓮眼 然後荷花 就這樣搖啊搖 真的很漂亮 阿婆樂 阿婆樂 爺爺阿公蓮小威 給你猜什麼植物 就是阿婆樂 阿婆樂 阿婆樂 這麼滿意的 對 所以搭配了綠花 搭配了荷花 然後還有阿婆樂 這真的是 長輩拿起來手機一拍 隔天早上就傳給自己的子孫了 好不好 長輩圖自己DIY就來了 沒錯 自己做長輩圖 我們今天真的是把荷花蓮花 發揮得淋漓盡致 又吃花啦 又賞花 還可以彩花 還可以染染啊 DIY 那就想問一下小兵 如果我們這邊除了賞蓮 吃蓮之外 還有其他的玩法嗎 這個當然 這個賞完蓮 聞完蓮花香之後呢 其實大家可以去喝杯咖啡 聞一下咖啡香 喝咖啡 這時候我們就要來到東山 台南的東山 大家應該印象最深刻就是鴨頭 對不對 大部分都講鴨頭 但其實鴨頭只是他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其實東山它很厲害的地方 它這邊有一條叫做175的咖啡公路 為什麼叫咖啡公路 因為其實這條公路 你們先看一下這個景緻 它就是 它從這個白河的關子嶺 然後一直到這個南溪區 台南的南溪區那邊 30幾公里 31公里左右而已 它全部的路 現在已經全部都柏油路 所以不管是你要自己開車 好開 騎摩托車 騎自行車都非常 非常好的地方 然後這個有一點點上下坡 因為它的海拔大概就是 500到800公尺 然後正好是700公尺 這個海拔左右的高度 是最適合種咖啡的這個地方 然後所以這個東山這邊 它就非常非常 在175公路這邊 就有種了大概 150公頃的咖啡 這麼大 對然後每年的產量 大概有20公噸的這個咖啡產量 所以數量當然不是算很多 但是它的品質算是很好 因為它那邊不管溫度 濕度 或是海拔 還有那邊有什麼烏山頭水庫 真溫水庫 白河水庫 那邊的土質地質都非常適合咖啡生長 所以就造就了這個東山這邊的咖啡 非常品質很有名 而且還參加了一些比賽 還在國際上得到了一些不少的獎項 台灣之光 所以這幾年不僅咖啡多 然後咖啡廳也多 其中有一家呢 這 這一家 這一家咖啡廳就很厲害 你看看這個 像個天空步道一樣的 很多節目已經去拍過了 你知道它有一個12公尺長的天空步道 然後底下就是用這個強化玻璃的 所以你心臟夠大顆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子走到最前面 然後直接可以整個遠眺前面的山谷 然後你這個眼力好的話 還可以一路看看 也許看到台灣海峽都沒有 對啊 所以這邊視也好 然後天氣好 然後而且低銷又便宜 低銷才100塊而已 就一杯飲料 對一杯飲料 然後那邊也有餐點 所以你不管在那邊要用餐也好 要喝咖啡也行 這一家我還滿推薦大家去的 那剛剛講的東山除了鴨頭對不對 咖啡之外 它其實柑橘也很有名 另外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這個 這什麼 龍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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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東山是龍 東山是台灣種植龍眼 非常大的一個區域 它大概有千餘公頃 一千多公頃的這個範圍 但是我必須要考考大家 大家知道龍眼跟桂圓有什麼兩樣嗎 龍眼 你知道對不對 最好 大家一定要把這個龍眼桂 龍眼跟桂圓給搞混對不對 龍眼其實就是水果 就是如果我們到菜場去買 要剝開來 裡面那個半透明半透明果 有點像荔枝那個透明果 那個叫水果 那叫龍眼 如果呢你把它摘下來 因為龍眼它的採收期很短 一般大概一個多禮拜 它很難保存 所以那邊的這個農民們呢 就會把這個龍眼採收下來之後 就用它的這個龍眼材 放到罩裡面去燻 去烘烘烘烘烘烘 有點像烘乾 那個龍眼烘完了之後 它就變成龍眼乾 帶著殼的就叫龍眼乾 去掉籽之後 那個那個叫櫃圓 所以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帶一些咖啡回去 買一些 帶一些這個丫頭回去 對不對 然後時間點對的話 還可以帶一些那個 柴燒的龍眼乾回去 大概一斤才才三百 三百多塊 也不貴 而且很多家在做 網路上也是一大堆 你可以查到 評價都非常非常高 四點多接近五顆星 你經過小賓這麼一講 還知道龍眼乾 真是得來不易 看到買一下 直接呢 把東山的三寶都推薦給大家了 沒錯 那除了剛剛賞荷花 賞蓮花的行程 又加上小賓這個咖啡行程 又龍眼桂圓行程 很滿耶 對 我其實還是分不太清楚 不過呢 就是很滿的行程 我們就在這邊好好的休息 兩天一夜一下 那Sindy你推薦的地方啊 那我們要住哪裡呢 對 不僅要住 而且這個行程呢 還是一個雞加酒的行程喔 雞加酒是要出國了嗎 搭飛機嗎 到底怎麼回事呢 還有其他達人要推薦哪裡賞蓮花 休息一下